创校四年的花蓮县私立波士顿国际双语学校 举行的第一届国中部国小部的毕业典礼 数百位师生和伤百位家长在现场一起回顾 三年来的学校生活影片 也见证了毕业生们的成长和进步 同时计划主持人温志雄也宣布 在8月1号将聘请前教育处长 也是宜昌国中退休校长陈玉明 来接任新任校长 要让波士顿国际双语学校 成为花蓮培育国际人才的摇篮 我写杨颜的毕业典礼当中 中华师看到朝夕相处学生们几项毕业了 忍不住相拥并且给予最大的祝福 希望每位毕业生展翅高飞 美梦成真 国中部外事部主任率领全体外师 这次每位学生们毕业礼物的时候 也总结每位毕业生的英语学习成果 每位毕业生以及学弟妹们 也分别以英文话句 影片来呈现英语学习的前校 拉娥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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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없이 计划组成温之兄表示 未来成员们接动校长之后 学校课程双语并重 课程互相呼应 被迈向跨域同整 以PBL装疑师与STAN 做学生学习形态 也会以国际议题发展课程 并且签订姐妹校 从事国际教育旅行 进行国际教育 接下来,我愿意表达我的荣誉 成员们接下来,我愿意表达我的荣誉 我愿意表达我的荣誉 国际双语学校教授员的用心 定期参与英勤考试 全国国中教育会 也会检视学习成效等重要考试 会考考试揭晓 49位国久学生 整体英语表现上 有3位A++ 6位A、7位B++ 2位B++以及1位B 值得一提的4 79位英考生 A以上成绩有9位学生 剩47.36% 记得终于换收了